大家看这里丢有一盆花 这一盆花经过仔细看应该是一盆玉竹 而且这个花盆这里长得非常的饱满 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 我们捡回去打开看一看 到底里面长有多少玉竹薯条出来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花盆都被撑了鼓鼓的 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 我们先把这个花盆给它剪掉 大家看一下 长得还是蛮多的 但是有一点点问题 应该是积水烂掉了一点点 但是这些还是比较大的 这种玉竹其实它是一种中药材 它长的这个猪形也比较好看 而且这种玉竹我们可以拿来煲汤 煲鸡汤或者是煲骨刀汤 都可以给它放上一两条 它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这里面长的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看一下没有 这样丢的实在太可惜 这些还是比较漂亮的 这边还有几条 这些已经烂掉了 可能是由于积水太强 看来收获不是很多 就的这几条比较好的 其他的都烂掉了 那么其实像这种我们可以直接拿来重新栽种 因为太少了 我们可以让它再生长一年 这样的话可能收获就会多一点 好了 这一次收获不是很理想 我们下期再见